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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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曾经非常紫情的人我们记不得了 我们曾经非常美好的记忆在我大脑中失去了 这就是一个怎么样的社会 也许大家会问我 今天你这么会谈到了这样一个情况 这样一个情况呢 就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的医学问题 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也就是我们俗成的老年时代的问题 老年时代呢 这样一个病呢 其实离我们并不远 我们非常熟悉 我们人类的记忆里 从45岁开始 已经开始下降 而我们的年龄 到达65岁的时候 这是老年时代发病的一个门槛年龄 65岁以后呢 年龄每增加5岁 老年时代的化病率增加一倍 大概呢 大家应该这样的概念 65岁以下呢 在人穷里面 老年时代的化病率大概4% 然后呢 到74到85岁这个年龄段 老年时代的化病率高达44% 大家可能不太了解这个病 但我想 大家一定指的两个人 一个是美国的总统里根 一个是在世界产生很大影响的 英国的天鸟子萨切尔夫人 这两个人呢 在老年都饱受老年时代的控扰 对他们的生活 带来了非常大的不幸 最令我们担忧 或没法接受的是什么呢 我们人类目前 没有办法解决这个病 那在这样一种状态下面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对这样一些疾病来到 我们只能停止认识吗 老年时代这个病 其实不是一个新病 在古老的中医药里面 有非常多的记载跟论书 大概呢 大家可以看到 关于老年时代的名字 在中医里面 也有太多的名字 比如说 又叫不惑的 又叫吃呆的 又叫呆吃的 有非常多的名字 在这样一个不同的 弄数列下面 都是以系列的 知识的链条的积累 那有这么大的知识积累 它里面有没有 我们人类可以利用的东西 是我们只在谈讨的 然后呢 大家想 你今天接着讲中医药 老年只在好像 中医药没啥关系啊 但是我相信大家在 2017年9月29号 看到了国务院发布的 中国人的借口 事业 及人权进步 这样一个白皮书 这个白皮书呢 有让人惊喜的地方 也有让我们待遇的地方 我们国人的平均年龄 已经是76.5岁 注意 我刚才提到的 老年时代的发病率 74到85岁 高达44% 那我们可以想象 当我们活到76.5岁的时候 我们周围有多少人 是认不到你自己的 这样一个状况下面 我们乞讨的 老有所小 老有所为 老年人在社会化 如何实现 我们乞讨的借靠中国的 威大的中国梦 如何实现 这是我们不得不 面临的一个课题 也许在国庆桃价里面 这是一个很大的家 大家也许可能在海边迈步 大家也许在家里面 享受了天龙之乐 大家也许 是在国庆节发了一个 桃桃的逮 但是呢 我相信大家一定清楚 今年的诺贝尔奖 竟然拜给了一个 叫神无中的东西 神无中是什么玩意儿 神无中呢 当然不是中医的词汇 它是现代医学里面的 一个词汇 但是中医里面呢 对神无中的技术 要比这个造很多 我们中医呢 不把它叫神无中 我们叫做什么 叫做植物流柱 植物流柱呢 实际它的背后 就是我们神无中 恐惧的概念 他说 你这么又 突然从这样一个 传统的中医啊 有条要的诺贝尔奖料呢 大家有没有想象过 这样一个问题 到古老的中医啊 必擦上了科技的死吧 大家会想象有一个 什么朝景 或者说 我不想象在大家的脑海里面 你们对中医的影响 是什么样子 有很多人可能 没有去看过中医 也有很多人可能 仅仅看到了 活生生的中医 也许在你们大脑里面 中医就这个样子 一个老头儿 三个字头 一个枕头 这是非常经典的 一个中医的画像 但是 就如前面各位大咖谈到的 我们人类已经快速地 进入到信息化社会 而且呢 海科技在不断地产生 海科技对我们的生活 跟究竟防止 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那我们可不可以想象 未来的有一天 借助所谓的光影技术 借助人工技能技术 让中医也插上 互联网的磁膀 让中医也生活在云端 大家想想 这是不是又是一个 非常美妙的朝景 那好了 既然说到这样一个东西 那我们想想 在2016年 9月份 第九届 中国监考大会上面 中国工程院 副院长 白德明院士 就是原来四军医大的校长 说的这么一句话 人类的疾病 三分之一 不治也好 三分之一 以治就好 三分之一 以治也不好 但是呢 我们不知道 这个三分之一 这样一个病 在我们面临的时候 我们是坐着等死吗 那如果我们不坐着等死 我们有什么技术 或者什么智慧 来解决这个问题 也许 古老的中医 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点解解 我下面要谈谈的就是 中医的智慧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也许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不会迷惑于 苹果跟水果的区别 也不会迷惑 苹果跟水果之间的关系 但是 我们一定要清楚 中医的思维 它是一个水果思维 它开刀的是 事物的共性 而我不像我们 现代医学的思维 它讲的是 逻辑思维 现行思维 大家如果清楚的话 这就是我们中医的 思维的一个符号 我们小时候 可能玩过猪蜻蜓 到猪蜓蜓不转动的时候 大家看到那两个野龙 是非常清晰的 但是到一代猪蜓蜓 油脉小块转动的时候 你能还看到两个叶片吗 但其实本质上 它仍然没有脱离两个叶片 所以传统的中医的思维呢 它是以校思维为代表的 而我们的现代科技是以实证思维为代表的 那我们大家很关注借口了 那什么是借口 我想如果对欺凌僧人来讲 大家一定不陌生 又以受曾经唱遍大叫南北的歌 叫小方 大家套得很熟 一双美丽的大眼睛 辫子粗一草 眼睛要明亮 辫子要粗 这是真正的唱出了中国人的借口知会 那大家如果不陌生的话 开开这样一个字 这就是借 看到了 左边是一个妖姬挺拔的 顶天立地的男人 左边右边呢 是一个素气的房子 也就是说一个男人 顶天立地 站在大房子旁边 这叫借 然后什么是靠呢 大家平常知道叫靠着大道 靠着是平坦 和和的意思 所以呢 总医管座的借口呢 它不但中开中了人的身体的借口 更开到了人的身体 比于精神的统一 它不是我们单纯的理解的 就是身体借口 而我们日常生活说什么 眼睛是心灵的借口 所以呢 一个人借口不借口 可以通过眼睛来判断 我们可以说这个人的眼睛很有神采 有神采的眼睛绝对不是一个病的躯体 那是他我们讲到的 我们的咬声叫做动意咬声 静意咬行 这样一个心神的统一 这就是中医的借口观 这就是中医的借口智慧 那什么是生命 我们知道呢 借口是生命的外在的表现 而生命是什么呢 生命从本源上来讲 或者从它的起源上来讲 中医认识是一样的 它是来源于了经消博 也就是来源于父母的生殖资金的结合 但中医跟习认知不同的是什么呢 中医要内化 就要与神器 它是物质跟精神的统一 最后形成了生命的本源 对一个生命个体来讲 生命无外乎 就是一个生长肇老矣的过程 取消一棵小树 你要有生必然有死 这就是物质的不灭定律 然后呢 对大家来讲呢 我们咬声的最主要的核心是什么呢 大家朝明拜祟呀 对吧 所以与世哥说得很好 像这个汪天再接五百年 再接五百年又如何 所以对我们一个人来讲 我们的生命的曲线究竟有多长 如果大家熟悉 这就是我们的太极图谱 它白开了 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图形 正弦或者鱼弦曲线 它与我们的正离子 跟负离子的纵小叠加 或者恨小叠加的时候 是完全类似的 那这样一个生命曲线有多长 换句话来讲 我们的生命究竟有多长呢 我们所给别人说 我去祖寿啊 所以呢 对中国人来讲 人的生命是拿寿来算的 什么叫寿 六十华甲为一寿 中国的纪元方法 是家子几年 所以呢 我们说人叫祖寿 这个叫祖宁 逃明百岁 我们人的寿命 应该是两个寿 两个寿叫金天年 所以中国人讲 叫鱼鸟天年 所以我们人呢 应该是活120岁 但非常遗憾 我们有几个人活到120岁 为什么活不到120岁 主要是我们的养生错了 我们的疾病 出现了问题 所以呢 我们就向忠医问问 你忠医是怎么开病的 忠医是怎么认识疾病的 忠医认识疾病呢 大家知道 非常熟悉的四种解采的方法 不用任何检测医器 就凭一个老头子 三个子偷去可以解决问题 叫忘闻问气 他用的原理呢 就是有足内 比行足以外 你里面坏了 外面就比较坏掉了 所以呢 它是治疗的是一个症 所以我们大家已经听过 听过什么 忠医治的是什么 病的人 而洗衣治的是人的病 洗衣看的是病 忠医看的是人 所以忠医治病的差距在那儿 症是可以变化的 是动态的一个过程 洗衣来讲呢 一旦一个病症断以后 它就会形成一个标准的症疗流程 但是忠医对每一个人来讲 同一个病在每一个人身上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十个忠医会开出 十个不同的处法来 但是条条大路通罗马 每一条道路都可能会找到那个重点 OK 我稍微说快对不起 所以忠医怎么来治病呢 大家真的知道 你们是非常重视养生的 我们每天都在喝着牛奶 新西方吉他也最大的牛奶提供上之一 对吧 我们知道牛奶是来源于奶牛产生的 绝对你不会在奶牛的身上 或者耿牛的身上去要牛奶 但是在这样一个前线道理 当我们面对疾病的时候 我们往往会把这样一个 最急奔的潮汐发掉 我们有病的时候 找到医生认为医生是万能的 任何疾病在医生身上应该是受到病处的 即使是晚期的病人 这合理吗 这是不是对医生是强人之难的 在治疗的智慧里面 大家应该非常熟悉的 现在提到的是经主医学 经主医学什么是来的 2016年奥巴马提出来的 但是古老的族医学 早在皇帝内境时期 也秦汉时期 通过了边征龙治 通过了三阴之一 通过了同病医治 一病同治 等等这一系列原则 最早求实际性的是经主医学 所以这样一个智慧 难道不值得我们去基层或发芽吗 OK 那我们要不生病 要接口去养生了 我相信每个人 每天都是 吃着三七粉 喝着天马冻鸽子套 品着养生茶 喝着狗鸡酒 但是我请问各位 你们了解你吃对了吗 或者是有几个人去思考 我吃的是对的 如果没吃对 会出现什么 那我们在养生里面 就要知道 我们究竟养的是什么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 把高水平的人 分成四个层次 否为真人 子人 圣人跟贤人 孔子 生大贤死 才是个孔圣人 那我们的定位是什么人呢 所以对应的呢 我们的养生有四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就是所谓的养生 就是让人活下来 这是生命的最基本的权利 生存权 这个早都实现了 第二个层次要什么 要身体 这就是我们现在做的 我们期望的是 人不要得病 人不要生病 少去看医生 少去医院 第三个层次是什么 要神 行神何以命之为人 所以人类的疾病里面 大家应该知道 50%的捕食身体的病 是这儿的病 心里的病 我老在给病人开玩笑 我说你是没事 小出来的病 最后一个层次是什么 养命 我们最终的养生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最终希望能够朝圣 能够惊天年 能够活到500岁 那我开了 总一怎么预防治病 你要健康 最主要预防嘛 所以大家知道 在这个里面 中国的文化里面非常好玩 有一个字非常重要 是个三字 大家看到了 天到地到跟人到 这放在一块就是三 人是很奇怪的 人在总结 少并天气 交成地气 所以 来自汉栽的天气 是顶天立地的 这叫三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 人有三个重要的东西 所以 天有三宝 日月星 人有三宝 经其神 所以在医药里面 医药有三品 医生有三宫 其实少宫 总宫跟下宫 少宫是最为大的一宫 最厉害的一宫 是你没病的时候 我让你不要生病 或者你有病的时候 我让你病不要变了 所以总宫最大的一个理念是什么呢 治危病 不是你病了 去求医生 是你没病的时候 我让你别生病了 所以总宫说 见该治病 只该传疲 斯基疲 往不出现 这就是总宫 你贡献给人类的 威大的预防智慧 最后一个问题 我要谈谈一条小动物 叫变色龙 变色龙 大家看到就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主要有一句话 叫做一意同源 意是什么东西 意就是变色龙的意思 主要叫日月为名 阴阳交替 这个意 就是我们非常熟悉叫意经 意的本意 有变意 简意 不意 说的什么东西 简单的来关键一下 中意就是一个研究变化的医学 不变即变 变即不变 送其逃到 知逃达变 以不变应变 以不变应万变 这就是中意贡献给人类 贡献给世界的 中国智慧跟中国方案 谢谢大家聆听